大家好,我是孫敏喜,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幾個字,叫再彈幾多,加一個問號 先講講港股情況 今天港股好一點,反覆向好的組段 曾經迫近27,500點 不過升勢到這個位置慢慢收窄 一到升幅收窄幾十點 幸好最後升多一點,全日都有過百點的升幅 升102點,收27,390點 成交不錯,1266億 今年的事做好,多得騰訊之前不斷跌 8年跌,今天終於回升了,0.6% 雖然升幅不算多,但終止了百年跌 加上港交所,都帥氣,今天升2%又多 因為全民,阿里巴巴可能來香港第二上市 都是有利港交所 只不過,之前的收息股,深受股民喜愛 今天就不是了 看到普遍梅遠,包括梅希跌了2.7% 領展都有0.8%的減價 中移動更加跌1.5% 令市今天升幅不能維持高的水平 整個市,今天的市終於反彈了 升到27,390點 後市點,初步看,仍然反彈的可能性比較大 可以從以下方面說,第一方面 就是可能受到A股的大動 內地股市今天表現OK,升十幾點 加上昨天連續兩天來計算,更加不錯 整個形勢應該有利恆生指數反彈 而且從以二十多方面說 應該可以繼續靠穩,對港股的氣氛是好 第一方面,見到A股出現資金流入 之前有節目提過 北向資金,即是由香港上去北上的資金 之前在5月份大部分時間都是淨流出的 但是這個情況在今天就不是這樣 今天出現什麼呢 北上的資金淨流入75億 75億就不錯了 為什麼淨流入75億呢 估計呢,初步估計都是A股 因為大摩抗融出現 因為A股在大摩抗融 大摩抗融資金進去 內地買回A股 維持指數的比重 這個是對整個A股形勢 是有力因外資流入 扭轉回之前一路淨流出的態勢 第二個就是外資流入的同事 本地的資金都熱烈捧場內地A股 起碼到5月份來算 內地的上次公司回購A股的金額 已經去到247億這個水平 這個水平是什麼概念呢 歷史新高 之外換言之 內地的企業不斷買自己的股份 支持股價也好,支持股市也好 總的來說 對股價以至整個股市也有利 其實看回外國經驗,特別是美股 美股長年上升 大家都覺得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企業回購 這筆錢對推動股價 一路反复向上 力量很大 所以現在內地看到 企業都賣回自己股票 相信都是對A股是一個支持的作用 加上技術上 你看回A股 這個走勢圖 看到A股昨天上升 已經突破了這條下降軌 已經是難人可貴 更加難人可貴 其實上星期節目也提及過 上證指數看到 已經連續兩次 在二百五十天線之前回穩 反覆做好一點點 連續兩次 二百五十天線之前回穩 顯示 這條號稱牛紅分界線 有一定的支持 這是第一個利好 第二個利好 就是連續兩次 連續兩次在技術上 叫做雙底 初步形成小雙底的格局 在形態分析 這起碼是一個喘定的 或者是回穩的跡象 顯示在兩百八千點的水平 購買力是不錯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看看A股近期的情況 已經連續七天 高低波幅是少於2% 顯示大沽下去的情況 並未出現 之前五月初的時候 波幅是比較劇烈 不斷沽下去 令到單熱的波幅是比較大 現在縮下來 換言之 市場情緒穩定下來 對有利的市場 就會穩回 加上成交近來持續縮減 一直在跌 成交縮減 顯示 其實沽受壓力 已經慢慢在低位上 顯示出是慢慢慢慢縮減 是有利 整個市場在2,800點水平之前 是靠穩 站住 這個就是整個A股形勢 估計是偏好一點 至少是偏穩一點 這個對港股氣氛是有利的 加上說過自己本身 走勢也不錯 一方面 就是今個星期 人為因素 使然 人為因素就是 星期四就是期指結算 5月份 5月份 好友被人打到一拋一拋 有氣沒有訂頭 現在就臨到結算 可能很有機會做 就是最後的努力 就是把市場推高一點 減低損失 星期四就是場內的期指結算 星期五就是所謂場外的期指結算 這兩個人為因素 都是對港股來說 是有一個穩定的作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從不同的股份表現來看 好像資金沒有那麼害怕青 起碼是今日來計算 為何要這麼說 就是剛才也提過 幾隻收息股 很熱門的收息股 今天都是出現梅軟的表現 顯示資金 就不再一窩蜂蕩去買收息股 是避險 而是都沒有那麼害怕青 可以買其他股份 比如見到中華煤氣 已經跌穿了前浪頂的支持 十天線也穿了 走勢就一般 另一隻收息的首選 股民就是領展 領展今天都要回軟 都是逆市下跌 上升軌失了 十天線都沒有了 至於中移動 是另類一點 都是收息股的算是 雖然這個沒有那麼受歡迎 但都是穿了十天線 顯示市場對這些 防守性股份 或收息股的位納 就沒有那麼好 換言之 就進取一點 在這樣的情況下 估計恆生指數 今天開始彈 再彈多少呢 回應點題這幾字 再彈多少呢 估計可以再彈多一點 初步看就不要太進取 但是彈到顯示這個位 這就是下跌裂口 下跌裂口的阻力是有機會的 下跌裂口有多少水平呢 實際是27,513至27,640點 大位是27,5-27,6 恰不恰呢 10天線也是在藥率水平 我看到這條 就是綠色這條 以今日來計 27,6894點 估計向下速度下去 明天就約了到27,680點 恰不恰在這個位置 所以初步估計恆生指數 可以再彈多一點 但是呢 就不要太進取了 初步看呢 27,680點 好了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